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脉性冲血按照它的发生原因可以分为两大类 分别是生理性冲血以及病理性冲血 首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生理性冲血的概念 生理性冲血是指动物机体为适应器官和组织的生理需要 和功能代谢增强而发生的冲血 称为生理性冲血 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面红耳赤 在机体激动或者害羞时 面部的小动脉反射性扩张 大量动脉血涌入到面部 从而导致面部发红 这就是生理性冲血的表现 再比如动物进食后 食物刺激胃肠道 胃肠道动脉血液增多 功能增强 有利于消化食物 这也是动脉性冲血 下面我们来学习动脉性冲血的第二大类 病理性冲血 常见的病理性冲血类型有 胭性冲血 血管神经性冲血 减压后冲血 侧脂性冲血 首先我们先来学习 胭性冲血 胭性冲血 是最常见的一种病理性冲血 免疫细胞受制炎因子刺激 释放胭症介质 其中的血管活性物质 导致输血管神经兴奋 或缩血管神经麻痹 使胭症局部小动脉扩张 造成冲血 几乎所有的胭症 都会观察到冲血的现象 特别是在胭症早期 或急性胭症中 所以冲血也是胭症的标志之一 比如当犬发生结膜炎时 就可以观察到 病犬的眼分泌物增多 和结膜发红等症状 为什么结膜会发红呢 主要是由于病犬眼部发生胭症 造成动脉性冲血 眼光呈红色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什么是血管神经性冲血 血管神经性冲血 也叫做刺激性冲血 是指动物机体在摩擦 温热 酸碱等物理或化学因素 刺激下引起的冲血 比如烫伤后皮肤出现发红发热的情况 就属于刺激性冲血 刺激性冲血的发生机制 与烟性冲血类似 只是这类冲血的程度一般比较轻 它主要是由于各种物理或化学因素 作用于机体器官组织的感受器 使缩血管神经兴奋性降低 导致冲血 第三类冲血类型 叫做减压后冲血 也可称为贫血后冲血 由于动物机体器官或局部组织长期受压 致使器官内发生贫血 以及血管张力降低 若压力突然解除 小动脉及毛细血管发生反射性扩张 血液大量涌入引起冲血 此时称减压性冲血 这类冲血往往发生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给大家介绍一个病例 奶牛牛胃骨气 该病通常表现为 反周停止 腹部增大 心因抗静 呼吸 困难 疼痛不安 严重者 会死亡 我们治疗时 要特别注意不能突然放弃 会导致腹腔泪压突然降低 小动脉以及毛细血管扩张 大量的血液涌入到腹腔的血管内造成冲血 导致腹腔以外组织器官血量减少 严重时 会由于动物脑部缺血缺氧而死亡 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测脂性冲血 测脂性冲血是指 当机体某一动脉受阻 或受压 引起局部缺血时 比如动脉被栓子堵塞或者肿瘤压迫时 缺血组织周围的动脉吻合肢发生扩张冲血 建立测脂循环以补偿受阻血管的供血不足 测脂性冲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阻塞出下方的缺血状态 对机体是一种代常反应 同学们 我们已经学习了不同类型动脉性冲血的特点 那临床中动脉性冲血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下面我们接着来学习动脉性冲血的病理变化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冲血的眼观病理变化 发生动脉性冲血时 大量动脉血涌入组织 导致发生冲血的组织体积增大 边缘顿圆 切口外翻 切面浓起 由于动脉氧和血红蛋白含量较多 故冲血组织呈鲜孔色 止压褪色 同时 动脉血携带有大量氧气 故冲血组织营养旺盛 新陈代谢加快 机能增强 粘膜分泌增加 局部温度也升高 进检下 可以观察到局部小动脉 以及毛细血管扩张 管腔类充满红细胞 由于冲血 多建议急性胭症 所以局部还可以见到 含中性逆细胞的渗出液 这是一张肺冲血的进检图片 可以观察到图片中 肺的小动脉扩张 管腔中充满红细胞 肺泡腔内有多量 均质红染的渗出液 同学们 动脉性冲血 通常只是机体 一时性的病理过程 是机体防御 适应性的反应之一 在病消除后 即可恢复正常 冲血时 可以使局部组织血液 循环旺盛 氧气以及营养物质增多 促进了物质代谢 也可以使组织功能增强 故临床上常利用热敷 理疗等促进局部冲血 以治疗某些疾病 但有时 冲血也可造成不良影响 如血管发生长时间冲血 会导致局部血流缓慢 进而发生淤血 或颅类冲血时 会造成颅类亚升高 引起神经症状 甚至血管破裂 形成老溢血而死亡 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动脉性冲血的类型 病理变化 以及冲血对机体所产生的影响 其中 动脉性冲血 可以分为生理性冲血 和病理性冲血两大类 其中 病理性冲血中常见的有 烟性冲血 减压后冲血 血管神机性冲血 侧脂性冲血 在课下 希望同学们能够结合相关资料 探讨一个问题 那就是 动脉性冲血 与静脉性冲血 也就是瘀血的区别是什么呢 同学们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再见